我叫王施嘉 毕业于松山家商 今年同测考607分 我对考外语群的学弟妹的建议就是 多读多写多念多听 你们做的努力越多 未来的竞争力就越强 我叫吴成哲 毕业于永春高中 今年同测考597.95 我的建议是 每天一定要睡足6小时 可以迟到现在没关系 可是我认为要睡到6个小时 然后有精神 上课才吸收的有效率 第二点是每天都要固定念书 拨个时间念 重点是要建立一个习惯 这样子才不会跟学校的进度有落差 自己也可以保持这个习惯 还有一个最重要是练习题要写 要熟悉它 过了几天之后要再回来看练习题 看自己有没有忘记 学弟妹们加油 我叫林秉勋毕业于松山工农 今年统设考606分 我给学弟妹的建议就是 现在流的口水将成为明天的眼泪 所以上课千万不要睡觉 认真听老师上课 第二点是学习这件事情不是缺乏时间 而是缺乏努力 所以一定要努力去学习 第三点是最重要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要受到模拟考的成绩 还有同学的影响 我叫洪家俊 我毕业于松山家商 今年是统策考638分 是维护类群的 那今天想要在这个影片跟一些准备考明年统策的学弟妹以及重考生 大概讲述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吧 就是其实我对统策这一块其实也接触蛮长的一段时间 不是一次两次大概也大概五六次有了啦 那我其实也毕业大学也已经毕业了 那在这一次准备的过程之中 其实心里也是蛮感慨的 好不容易考到这个分数这样 那相信各位你们在准备的这段期间 你们都一定会有所迷惘啊 迷惘说自己为什么要来考试 为什么要就是坐在这边 那我会跟 我会想跟你们讲说就是 不要去想那么多 想想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迷惘是一定会有的啦 那最重要的就是 还是要想起为什么当初会选择来这边 坐在这个位置上 去准备统策这一块东西 当你回想说你想要的那些东西之后 你就能找到你自己想到的一个目标 那就勉励接下来要考明年统策的各位学弟妹们 继续加油这样 我叫张游成毕业于士林高桑 今年统策考602分 我对学弟妹的建议首先是要先调整作息 然后上课要专注 然后回家还要扎实的做复习 这样就能达到锦绑提名的效果 我叫张昆毅 毕业于内湖高工 今年统策考636.5分 我对学弟妹的建议是 高桑这一年很辛苦 但成功就是你的了 然后把握每分每秒不要等到最后才在后悔 我叫陈冠勋 毕业于革智中学 今年统策考了626分 我是跨考卫护科 所以我对学弟妹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跨考的话 要专注于你跨考的科目 然后给自己一个目标 有了目标才可以向着那个目标 好好的前进与努力 范谷曾经说过 仰望星空让我做梦 我们有了目标 才可以一起朝这个目标 一起好好的努力迈进 各位学弟妹大家好 我叫做刘文毅 毕业于大岸高工进修学校 今年统策考了606分 台北市长柯文哲曾说过一句话 失败是常态 成功是例外 但也不要因为怕失败 而不敢尝试任何事情 学弟妹们加油 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向上的机会 我叫蔡宇轩 别把早知道挂在嘴边 最后态度决定一切加油 我是石俊辉 毕业于双方加上意见部 我考536分 我在语达补习 我鼓励学弟妹你要一个气化 是往你的梦想跟不要迈进 见识到底努力不懈 我叫林余轩 然后毕业于 佳英线同级私立中学 然后今年统策考了600.5分 然后想对学弟妹说话就是 对自己的考试全力以赴 不要找借口